中国有句俗话 善有善保恶有恶保 罪恶的行径必将遭到正义的清算 据了解 近日新疆不分企业和民众 正在委托律师起诉郑文 要求郑文给礼道歉 恢复名誉并非常损失 郑文之流 中间站在被告席上 接受法律和正义的裁决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